出埃及记第28章 使他用智慧的灵充满的 给亚伦做衣服 使他成圣 做侍奉我的祭司 这些就是他们要做的衣服 胸牌 乙福德 肠外袍 杂色内袍 礼罐 腰带 他们要为你哥哥亚伦 和他的众子做圣衣 使他们做侍奉我的祭司 他们要拿金线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细麻去做 他们要拿金线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脸的细麻 用巧弓来做乙福德 乙福德要有两条肩带 连接着两端 好使它相连在一起 乙福德上面的带子 他的巧弓要和乙福德一样 用来竖上乙福德 要用金线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脸的细麻 做成 你要取两块红宝石 把以色列众子的名字 刻在上面 六个名字 在一块宝石上 其余六个名字 在另一块宝石上 都是照着他们出生的次序 好像宝石雕刻匠 刻印章一样 你要把以色列众子的名字 刻在这两块宝石上 要把它们相看在金槽中 你要把这两块宝石 安放在乙福德的肩带上 做以色列名的纪念石 亚伦在耶和华面前 用两间担当他们的名字 作为纪念 你要做金槽 和两条纯金的链子 像做绳子一样拧成 把这像绳子一样的链子 放置在二槽上 你要用巧弓 做一个做判断用的胸牌 像乙福德的做法一样 要用金线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做成 胸牌要四方的 双层的 长22公分 宽22公分 你要在胸牌上面 镶上四行宝石 第一行是红宝石 黄玉 翡翠 第二行是紫宝石 蓝宝石 金刚石 第三行是黄玛瑙 白玛瑙 紫金 第四行是水仓玉 红玛瑙 碧玉 这些宝石都是香在金槽里 按着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这些宝石要有十二块 按着他们的名字 刻印章 按他们的名字 各代表十二个支派 你要在胸牌上 做纯金的链子 像做绳子一样拧成 你要在胸牌上 做两个金环 把这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端之上 你要把那两条金链子 穿在胸牌两端的两个环子里 你又要把那两条链子的 另两端 接在两槽上 连在乙福德前面的肩带上 你又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下边的两端 就是靠近乙福德里面的边缘上 你又要做两个金环 把它们安在乙福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面 靠近相接的地方 在乙福德巧公之城的袋子上面 你要用紫蓝色细线 把胸牌的环子 系在乙福德的环子上 使胸牌贴在乙福德巧公之城的袋子上 免得胸牌从乙福德上脱下来 亚伦进入圣所的时候 要把做决断用的胸牌 上面有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戴在胸前 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 你要把乌灵和土明 放在做决断用的胸牌里 亚伦进入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他们要戴在胸前 这样亚伦就在耶和华面前 常常把以色列种子的决断 戴在胸前 你要做以福德的长外袍 全剑要紫蓝色 在长外袍的正中 头部的地方要有一个领口 领口的周围要有领边 是用纺织的细工织成 如同战袍的领口一样 免得长外袍破裂 在长外袍下摆的周围 你要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做石流 在长外袍下摆周围的石流中间 要坠上精灵 在长外袍下摆的周围 坠上一个精灵、一个石流、一个精灵、一个石流 长外袍要穿在亚伦的身上好做侍奉 他进入圣所到耶和华面前 以及出来的时候 他的声音必被听见 免得他死亡 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子 在牌上像刻印章般刻着 归耶和华为圣 你要用一条紫蓝色细线把牌子细住 好使他安在礼罐上 就是在礼罐的前面 这牌要在亚伦的额上 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的罪过 这些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礼物上分别为圣的 这牌要藏在亚伦的额上 好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可以得蒙悦纳 你要用细麻线编织杂色内袍 用细麻布做礼罐 又用刺绣的手工做腰带 你也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 为他们做腰带 又为他们做头巾 使他们有荣耀 有华美 你要把这些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穿上 又要高抹他们 按立他们 把他们分别为圣 好使他们可以做我的祭司 你要给他们做白麻布裤子 遮盖裸体 裤子遮盖腰间直到大腿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走进祭坛 在圣所里侍奉的时候 都必须穿上裤子 免得他们担当罪过而死 这要给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条例 继续